我去吧 来啦 来了 我刚录完一个采访 本来想着中午陪你吃个饭呢 结果他们下午给我安排了一试装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大忙人 好久不见了 都还好吧 挺好的 挺好 宋藤 云威 一次 好久不见了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四 通呢 还好呀 好着呢 这白宁那角色我演得太好了 我们一直都在追是不是 我们去 见 待会儿出席活动的视频 我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一点半就得开始 要不然后面的活动 我怕来不及了 知道了 咱们等一会儿不会死的啊 你先出去了 你先出去了 我跟他们聊一会儿 好 你俩吃饭了吧 没吃 那我给你分点啊 这什么呀 你就吃这个 我今天给我点个外卖 我俩一起吃 我吃不了那些 车上就走 你俩啥情况啊 还好着呢 我在见同事 一个公司呢 装 跟我还装是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啊 你俩好了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有点太长情了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程良可是导演系的第一大才子啊 被你一个制片系的拿走啊 我一个表演系的一级也没强过你 你够有魅力的 姚伟 那时候不懂事了 那你俩啥时候领证的 啥时候领证 我就说你们什么时候领的证 也不告诉我一声 给你们交份子钱啊 是吗 之前咱们那些同学 你还跟谁联系啊 就你 你别呀 真的 还真是奇怪了 其他同学都没碰着过 你呢 就你 就是算算姚伟的话就你俩了嘛 好多同学他们都转行了嘛 那你俩在一个公司 那单位没有问题啊 那也没明文规定 只要是不在一个项目里边 没有太多利益上的瓜葛 其实没什么事 但是最好还是保持低调 也挺不容易的啊 那你俩现在就是各管一摊呗 也 这 这差不多算是吧 那个项目你看了吗 看了啊 还挺有意思的 真的 程大导演出手能有问题吗 你也不用夸我 我们现在确实就等着你来呢 你回头让你们交代表 那得你跟我经纪人对的时间吧 就是你那节目有点事啊 我录你一个节目 还非得让我大一代言 关键是那代言还是一个 母婴系列 我现在还没有走那个路线呢 我一直很纠结 我现在接那个好不好 你签了吧那代言 签了吧 不知道啊 可能签了 你别盯着我呀 那你跟我说说 什么叫当初不懂事啊 我不就是顺着她的话随便一接嘛 那我怎么说呀 我说 你可不如我老婆 你配不上我 你配不上我 我úa你 我家人強烦了 你配不上我 你不要那个人 不再来 你跟她的不懂事了 什么事了 你别想找我 愿嫌疗 又不是想要我 望 al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总 已经兑完了 给他们发完邮件了 等回复呢 今天再催一下啊 对了 我要准备一下笔稿会的资料 你收集得怎么样了 您之前也没通知 没通知你就不要准备的啊 不知道工作要提前练啊 正是的 行了 今天加个班 晚上之前给到我 可是安总 安总 安总 曹总让您去一下办公室 好 觉着是怎么了 打了鸡血了 好 谢谢 曹总 坐坐坐坐 关于笔稿的事情 我还在做进一步的资料准备 对于花香宝宝这一单呢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安总啊 这个事你就别操心了 咱们上回开会不说得很清楚吗 你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把直播需要的资料啊 内容啊什么的 你跟那个陆总对接一下 花香宝宝这边呢 你也跟陆总讲一讲 毕竟陆总啊 将来还得参与嘛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泽宁啊 有一个笔稿什么的 你去 你原来在国外 德国沿江比赛的冠军 军这小案子 你去肯定信手拈来 好吧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件事情 有提前跟我商量过吗 工作上的事情 我自己知道 该怎么处理的呀 花香宝宝的方方面面 我都已经谈好了 那你们就不要管了 不是上回开会 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吗 你同意了 我才把这些工作 交给陆总呢 但是 安总 你怎么了 以前这些事 你都是交给下面人干 从来不齐历其为呀